即将拉开帷幕 深圳在翘首期盼 已经期盼得太久太近 因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 它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它的整个命运都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 每一个思绪 每一步决策 修气相关 深圳是中国改革的新生儿 它崛起于中国南海边的荒漠小镇 又以一夜之城的现代都市雄资 撼动了太平洋的滚滚风涛 引来当今世界议论风起 毁誉参半 莫终一世 无疑 这是一座地球上最年轻的城市 它的充满风险 充满竞争 充满机会 充满神情 简直令世人不可思议 时间上诉十六年 人民共和国的列车刚刚穿越过一段黑暗的历史隧道 经历了狂热痴迷 磨难痛苦 困惑希望 疲惫抗争 直至灵魂睁开了眼睛 一个巨大的问号却摆在面前 中国向何处去 历史的积淀与现实的思考 都在叩问这片古老而平移的大地 历史不容等待 历史赋予他们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无论其哲学内涵或历史命题 都闪耀出里程碑式的光芒 中国的政治家们 有无波动一个地球仪 就这样异常艰难 而又异常勃敢地 将过大的中国推上了现代化进程 这个曾经拥有雄汉圣堂 威家四海的东方文明古国 在宝常近代百年离乱 闭关锁国的深重苦难之后 今天终于以其睿智的目光 和坚定的信念 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 去延览八面来风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选择突破口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需要一个排头兵 1979年 当忽朔迷离的中国政局 刚刚扩清物账 完成了一次指导思想方面的战略大转移 深谋远虑的邓小平 就提出了事办经济特区的总体构想 他不无悲壮地说 可以画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 闪干宁就是特区嘛 中央没有钱 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后人评述历史的时候 也许会发出惊叹 一个伟大的社会事件就这样诞生了 正是这一年春 深圳卷起了一股黑色狂潮 数以万计的人群争先恐后地涌向边境线 逃港者的心态 恰如逃离沉船者的心态 又并非始于这一年 由于世界东西方冷战的对峙格局 建国以来 深圳一直被视作政治边防和阶级斗争前哨阵地 反崇阳 反向阳 反牧阳等等口号 喊得震天假象 其结果一道高高的铁丝网 竟无济于事形同虚设 三十年来 香港共接纳了二三十万保安县的逃港者 地处著名中英街的沙头角镇 如果以人口计算 逃港者等于先后搬走了两个沙头角 如果时间再上诉九十四年 一八九八年 继甲午海战惨败之后 西方列强纷纷趁火打劫 大清国朝臣被迫通英联邦远征军首领 一道登上了 与河北岸破旧的村落 不正在无声地诉说着 一个令国人扼腕痛切的故事吗 迎接挑战 抓住机会 就预示着成功的希望 特区办在深圳 对于深圳来说是一种偶然 然而一切偶然的社会动因 又包容在历史规律的必然之中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 这无异于关乎中国命运的一场大决战 1980年8月26日 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5次会议审议和批准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最后完成创办特区立法程序为标志 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起步了 创业的艰辛 唯有创业者的体偿最为深刻 没有资金 国家只能贷款三千万元 做启动费用 可谓杯水车薪 没有设备 点一只香烟不等燃丸 就可以兜遍全镇的弹丸之地 仅有的一幢五层楼房 已是鹤立鸡群的摩天大厦了 没有技术 几十家小工厂悄悄打打 只能导登出一些小农具 小五金形同作坊 没有人才 仅有农业林业农机水产四家县属科研单位 科技人员二十七人当工 除两名工程师以外 其余军属初级科技水平 真正是一张白纸 一切只能靠开拓者大胆去闯 凭本事去起家 杀出一条血路来 绝对不是一句轻松的口号 必须破除传统经济模式 必须破除陈旧思想观念 敢于特事特办 新事新办 经受一场新旧体质 胶着摩擦碰撞的阵痛 利用国际资本发展区域经济 俗话叫做借机生贷 这是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必有之路 香港是靠借钱飞起来的 亚洲四小龙都是走的这条路 深圳也确定了一个目标 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 把香港外国的资本 源源不断地吸引到深圳来 面包会有的 牛奶会有的 超调会有的 然而 谈何容易 要吸引外商港商前来投资办厂 恰传茂 首先必须提供良好的投机环境 先不说软件环境 光是硬件环境就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明摆着的现实是 通水通电通车通讯平地 每开发一平方公里 可供投资办企业的地皮 需要耗资一亿元人民币 金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此话千真万确 出租土地 在十二年前 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 给响应